OK,OK,同学们,接下来呢,咱们来学这个啊,叫属性方法,Property Property就是中文就是属性的意思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 给你写下来啊,把一个方法变成一个静态的属性 什么意思啊,你这里理解这个属性可以是理解是一个变量,好吧 静态它的一个变量 OK,那也就是说我把一个方法,一个函数变成一个静态的时候,变成一个变量 这怎么回事,怎么能变成一个变量呢 那我们来试一下啊,首先呢,它也是用一个装饰器 你看,我这里有一个student lake,还是这个fly,对吧 然后呢,我在这里给它加一个叫Property,P-O-P,Property 好,这个时候呢,咱们来看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好不好 那我的是jack,然后呢,as there fly,然后我加了一括号,让它fly,对不对 然后我一起去执行夸插,大家来看,它就干嘛呢 报错了,说这个什么呢,说这个non-type object is not callable fly,调用fly,为什么是non-type对象不能被调用呢 什么意思,注意了,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定义,它的定义是说把这个方法变成一个属性 方法是可以加括号的调用的,属性呢,属性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属性其实就像调用变量一样,你打印一下这个,对吧 你把,对吧,这就叫调用属性,是不是啊 那好,所以呢,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因为它变成了一个静态的属性了 导致的,对吧,就是相当于它不用加括号就可以了 我们试一下,大家来看,你看,我是不是不用加括号 它就可以干嘛呀,它就可以调用了,对吧 就很神奇,我不用加括号,我以为调的是一个变量 但其实它是执行的这个方法,能业吗 它在这里面,它是可以访问这个什么呀 可以访问这个类变量,实力变量都是没有问题的 不用试了,它能完全没有问题的访问类类的东西 只不过你的调用方式就是说,它长得像是一个方法 但其实是一个用,调用一个属性的方式,静态属性的方式去调用它 能力的意思吗,这个就是咱们的属性方法 好,有个同学说,这个理解起来很简单 有个同学说,那这个有什么用啊 对吧,那既然它已经是一个,现在就是 就是你把一个方法变成一个属性,就是静态的一个变量 那与其这样,我不如直接一开始就定义一个静态变量 我直接定义一个类似Self的Name这个O,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为什么还要定义一个这个东西 那其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是什么呢 你Self的Name,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就是纯变量 它不会,你定义完了之后,它不会说去再执行什么事情 对吧,但是你这个方法,相当于你调用它的时候 对吧,它会执行一系列的动作,对不对 一系列的动作,那只不过就是说 所以就是说在有的情况,它跟这个普通变量的区别 就是说,这个不会执行动作,这个会执行一系列动作 但是它看起来又是这个变量,就调用起来又是这个变量的形式 有些场景下就可能用得到 咱们就给大家可以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我列了一个例子,就是呢,怎么讲 大家来看一下,我在这打开一个去哪网网站 大家知道这上面的网站的这些机票信息 对吧,我搜哪个地方的 对吧,这些信息,你看它一进来就让你去搜 我搜这个信息 你看它有一个,对吧 刷新的这个过程 然后出来这些价格 首先我告诉你 去哪网肯定就是这个飞机从什么时间飞什么什么 不是存在去哪网的数据库的 对吧,因为这不是它决定的 全都是在机场 对不对,或者是航空公司 那个数据库里存着的 对吧,它已经排好了 比如说在保安机场 是吧,这个这个这个 今天的这个飞机 对吧,包括明天,包括后天的 对吧,这个什么时候是 几点飞几点 都已经是像排班表一样排好了 去哪网干的事情 无非就是什么呀 帮你连上各个什么呀 机场的这个 这个这个IT系统 对不对,这个航班系统 然后你连上它,然后去查询 查询完了之后呢 返回到去哪网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本地的数据库 然后进行一些解析 最后展示给你用户 对不对 有的时候它还可以干嘛呀 你去哪网想挣点钱吗 对不对 它还可以给你动态的加个价 是不是,你看你比如说 选择一个机票 就把这里面 但别选这个了 选这个 别看这个春秋 春秋的太便宜 挣不到钱 你看,你选择一个南方航空 你看这里有一个去哪网自营 是不是 去哪网自营 你看,它就干嘛 有的时候它给你加点价 对不对 它就从中挣这些钱 那总之 去哪网干的这个事情 就相当于我们查机票 这个动作呢 会产生三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 第一个动作呢 你一刷新 对吧 输入完了之后 你刷新 它那个什么呀 这个就是连接 各什么呀 机场的航班系统 航班系统 对吧 你在北京 你想飞上海 它可能有南远机场 还可以有这个 对吧 T1 T2 T3 对不对 那你要连接各机场航班系统 然后呢 查询这个什么呀 查询信息 对不对 然后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呢 第三 对吧 对 对 返回的信息 进行处理 对吧 解析 对吧 你反 这个 每个航班 每个航空公司 sorry 每个机场 它可能返回的这个数据 结构可能适当 有些变化 有的是JSON格式 应该都是JSON格式 这说不准 反正就是 它可能 每个机场返回的数据 有邪虚的变化 所以 那你去哪网 肯定要解析一下 然后呢 干嘛 对吧 这个显示给用户 是不是 它里面至少 干那么几件事 对吧 那干这么几件事呢 但是其实 说白了 对于你用户来讲 你不关心 它这 中间这几个 对吧 你关心的只是 想知道的是说 现在 这个航班的 对吧 航班的 对不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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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飞机的 这个什么呀 状态 对不对 对吧 或者是价格 你关心的 这是 这些东西 对吧 那这些状态和价格 都是一些 静态数据 静态信息 对吧 那 但是你要查 这个状态 它需要经过这三步 所以相当于 就是说 那你在 你如果是 怎么讲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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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给用户的 它是一个静态数据 比如说就叫 Flight 这个什么呀 Status 等一个 等一个什么 就是在 在这个 登机状态 还是说到达状态 对吧 刚才说到达状态 那 这是这个状态 但是你每 就是相当于 你这个用户 没print一下 这个Flight 因为这个状态 会不断地变 对吧 用户执行 这个print Flight Status 的时候 你都要干 这三件事 能理解吗 就是你每 print一下 这个静态 用户认为 它是个静态数据 但是你打印一下 这个状态的时候 或者调印一下的时候 他都要干这三件事 执行这三个动作 能理解吗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 变成一个静态方法 但是就让用户 看上去 静态的属性 让用户看上去 它是一个变量 对吧 但是 这个 实际上 它是一个方法 能理解这意思吧 OK 我把这个需求说了 所以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在这 其实已经写好了 这下有点长 所以我们就 直接抠过来 给大家稍微的讲一讲 好吧 讲一讲 好 这个其实挺简单的 把这个做出掉 好 那现在呢 大家来看一下 我在这 有一个叫航班 对吧 就起了一个名字 然后呢 为了你这个查询状态 就相当于我就要干的那三步 对吧 就check-in status 检查状态 先连接这个什么呀 先连接 我是连接这个航 这个 这个航空公司的APM 对吧 或者是航空公司 或者是 Airport都可以啊 对吧 机场的APM 然后呢 我就干嘛呀 检测这个 查看它的状态 Flight 这个飞机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然后 查询完了之后 它肯定给你返回结果 对吧 返回结果 那咱们呢 这个什么呀 我就在这里定义了那么几种模式 比如说啊 这个1 1 这个代表什么呀 代表是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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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arrive 到达 是吧 2 是代表什么呀 departure departure 就是已经起飞了 3 就是代表什么呀 cancel了 好不好 这个飞机啊 tancel 对吧 就返回那么几种状态 相当于我就在这里写好了一个 随便写了一个 返回1吧 就到达了 那接下来呢 就是 这是要干的 这就是说 你要去 去去去去去去去 查询航班 会 会干的这几件事 但是呢 啊 我用户只关心的是一个状态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什么呀 变成了一个 静态属性 看到没 叫flight status 啊 静态属性 然后呢 这个 用户调用的时候 你看 生成了这个 sorry 对吧 用户生成了这个 飞机 这个 这个 这次航班的这个实例 然后呢 他调的 他调用的只是这个flight status 他调用的是静态属性 但是呢 我这里 干嘛呢 他一调用 我就先去检查 这个 相当于执行这个函数 其实就是 要干 这三步 看了一眼吧 啊 就模拟干这三步 然后呢 我就对对返回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状态啊 进行 解析 对吧 进行解析 说如果是零啊 我就打印 说你一个飞机已经被取消了 对吧 一 我就已经到达了 对吧 二 就是已经 登机了 已经离开了 对吧 如果不是这三种状态 我就说 哎 不知道这个飞机状态 对吧 这个可能出错了 对吧 让你一会儿再查 就这么简单 能力也意思吗 能力也吧 我们来执行一下 大家来看 你看 我打印这个fly status 他干了 对吧 他先去检查 然后再去干嘛呀 再去这个 呃 不是 先去连接这个航班 航空公司的 APM 再去检查这个飞机的状态 啊 然后呢 再去干嘛呀 再去这个 对结果进行解析 打印 对不对 啊 用户认为 只是这么 一个 静态变量 但实际上 干了这三点水 OK 这其实就是 它的一个应用场景的 一个例子 好吗 当然 我这是模拟的啊 这是肯定要比这个 复杂的多 啊 那 现在我就问了 你看 这个这个这个 现在这个航班 我只是检查 这个航班 他既然 同学问 既然是一个静态属性了 那我能不能给他复值呢 哎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对吧 他现在是 他现在是这个 什么呀 是这个 扳回的是1 我就给他硬生生的改成0 可不可以呢 可不可以呢 大家来看 啊 哎 很显然 他爆错了 爆错是什么呢 说can't set attribute 就不能设置这个属性 对 其实这个呢 我觉得也也也合理啊 其实就是说 你只是调用方式上 看上去是一个变量的形式 对吧 不代表他真的是一个 就是纯变量了 对吧 那用户调用的时候 他说哎 这个就不能 不能设置这个属性 对吧 OK 那那可怎么办呀 啊 什么怎么办 就说用户就说 那我就非得想 对吧 我我我既然你 你让我调用 看起来它像是一个 静态属性 那你就得让我改 对吧 我想改 行不行 你要非得想改 也可以 但是他这个 就 就就就就就就 就这个什么呀 就不是说你这么 直接改就可以了 你这么改 你要想让他实现 能这样改 那你就得干嘛呢 啊 再加一个东西 再加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呢 有一个叫 Purperty.citer的东西 但是不是加在这 啊 而是加在什么呢 你在这里可以再 还是要再写一个 并且名字呢 也一样 还叫 Plight Status 哎 你怎么说 不靠 那不写了两个重复的了吗 是的 是你就得写两个重复的 这个是负责 get 这个是负责 set 就是修改的意思 然后呢 你在这里还要再写这个 Purperty.citer 看没有 啊 Purperty.citer 改一下 然后再去做 因为它的变量是不一样了 参数不一样 它没有自动提示出来 一会再说吧 因为这个时候你是去改它 Changing 对吧 Aligned Status OK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看啊 你要再去 这个什么呢 再去 相当于这个 Status其实就是实现的 让你可以干嘛呀 可以像这种方式 直接给它复制 你看啊 我再执行一下 它应该还会报错啊 咱们先看一下 但是报的错不一样了 是不是啊 啊 报的错是不一样了 说什么 Status requents Appropriate Object But receive 的 Function 什么意思 总之 总之 你这个地方写的 还是有点问题 我们来看 真正的是怎么写啊 真正怎么写 那个 就是 就是 在哪呢 这里 看上啊 注意了 上面的写法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什么呢 你在这里少了一个 少了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你看啊 你要在这里给人家 你要在这里给人负值 你要负成什么值 对吧 那你要传一个值进来 能列意思吗 要不然他就不知道 你负值是负成什么 所以呢 你在这里传一个值 就叫这个 status吧 对不对 你就可以答应 这样 他就不会凑错了 看着啊 你以为你是负值了 但他其实是执行的这个方法 你等于的这个零 只不过是当做一个参数来传进来了 能列意思吗 我们来执行一下 大家来看 我靠 怎么又报错了 perperty.citer 哦 我知道了 我写错了 不是叫perperty.citer 应该叫flight status.citer 我看 是不是 我是写错了 是不是叫flight status.citer 对 就是什么呢 你在这里不能叫perperty 你要写flight status.citer 所以代表说 我接下来的这个函数 是对上面这个函数的一个什么修改 就相当于我这个对吧 就是对上面这个perperty的这个一个一个 这个这个净态属性的一个修改 就是允许他修改吧 对吧 干这个事 这是他语法要求啊 OK 那这个时候咱们带来就可以了啊 大家来看 你看 现在是不是 对吧 你你你你你以为是负值了 但其实他只是传了一个干嘛呀 传了一个参数进来啊 然后你打印的时候 就是你一复值 他执行的确实是这个 他没有 那到底有没有真的复值啊 对吧 那这是完全你自己函数里决定的 你函数里说真的想 那你函数里如果想存一个 对吧 给这个东西存下来 对吧 你比如说 你存成一个叫 对吧 等一个status 也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对吧 你这么一存 status 然后你在这里再打印 是可以的 看着 对吧 这是你前面存的这个东西吗 对吧 但是你继续打印这个 apply status 那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执行的依然是 对吧 是上面的这个静态属性 OK 好吧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 修改 那能修改变量 我能不能删除这个变量呢 大家来试一下 del 对吧 f.fly status 看看啊 他说什么呀 他说报错了 说也不能删除 你要想身上也能删除怎么办呢 一样的啊 这是什么呢 fly status del 然后fly status 名字啊 名字要一样 然后呢 del 咱们来执行一下 啊 对 sorry 你看你现在在执行del 他执行的其实是这个函数 看到没有 OK 好 那这样到此为止 你其实就是通过 就这么讲 你把它 把一个方法变成一个静态属性之后 然后又能实现静态属性的一个什么呀 修改和删除 OK 那这个就是 perperty 这个还是有点用的啊 你 我在这里写了一个详细的例子 好吗 你自己 一定要跟着做一遍 跟着做一遍 自己想想 或者你可以想一想 在你工作中 还能哪个地方 能用到它 你可以试一试 好吧 OK Good